哈囉大家好,我是沃欣 今天來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這裡是嘉義後火車站的降材工廠 那這裡是一個廠房 然後我大概會在這邊待一個禮拜的時間 有一塊540公分乘以180公分的鋁板要創作 這次不是牆面,是鋁板 然後在下禮拜我在戶外會和民眾有一個互動的活動 因為我和實作實作合作了一個工作坊 當天我會和民眾一起創作 然後我也會現場教學大家怎麼用噴漆 還有怎麼畫一些塗鴉相關的圖案 就是一個把藝術帶進社區的活動 那這幾天呢,我都會在這個廠房裡面噴 總共有12塊鋁板 那有我噴的鋁板會有6塊 那另外6塊呢,這是我和大家一起合作的作品 OK,我們就開始噴漆吧 這就是我要噴的鋁板啦 現在呢,是先放3塊過來 因為空間不太夠,要放6塊有點難 所以我就分成兩半噴 然後它有點反光呢 另外的幾片都放在這裡 然後這個廠房非常酷啊 看這邊是一些窗戶 有些是空的 一樣呢,是帶了很多的噴漆啊 還有我的可愛的噴頭 總共3代 這些都是我比較常用的噴頭 這是細的噴頭 然後這是普通的 那如果我要噴比較大面積的話 我就習慣用這顆 基本上常用的就是 這三顆啦 兩顆黃的 一顆黑的 對我來說就夠了 我要喬一下它的位置 因為它有點彎彎的 彎彎的話我不好噴 想要盡量把它放的正點 中啊 噴漆一定要聽音樂啊 不聽音樂就沒feel 一樣 從每一次的第一個步驟有開始 就是不亂的畫一些圖案 這一次呢畫的是八家醬裡面的關醬手 那這也是我第一次用噴漆畫人像啊 因為一起來我都覺得人像是 最困難的一個部分 因為人啊 你一旦把他的眼睛啊 五官之間的比例畫錯 或是稍有偏差 那整個人其實看起來就會怪怪的 或者是如果你把他的骨頭啊 位置畫錯什麼 顴骨偏上啊 或是下巴歪掉 很容易就可以看出 你們要把他的骨頭的構造畫好 整個人就會看起來怪怪的 不過經過一陣子的練習以後 我就覺得 嗯 好像可以來試試看了 是該來噴噴看了吧 這一次剛好碰上八家醬這個主題 嗯 非常好 就決定拿你當第一個 我人像壁畫的作品 收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是第一天 太陽快要下山了 八家醬的顏色都填完了 後面有一些泡泡字 明天我預計這一面會完成 稍微把另一半的圖也夠一夠 早安 要來工作了 其實現在已經是中午了 然後 我在這邊有機車 因為我跟朋友借了 今天是禮拜日 他們上班只上週一到週五 所以辦公室是沒有人的 但是 你有來上班喔 你來陪我的嗎 現在是十一點 我想說 快接近中午了 不想要等一下再跑出去一次 所以我就先買了 飯 當早餐和午餐吃 覺得出來的工作就是要吃便當 吃便當會讓我有一個 今天 過得很完整的感覺 我剛買飯的路上 看到很多店家都在拜拜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發現 今天又補度欸 好像已經是農曆15號了 所以我現在吃這個便當 應該也算是在補度我自己 我想要來改一下這些鋁板的位置 因為他現在放這個位置有點背光 我想要把它全部放在這裡 然後把另一半也排上去 這個鋁板他超級重的 然後我剛剛有算了一下 那個地方應該是放得下六塊鋁板的 大概有五百多公分 所以現在就是要來移動他 是一個大工程啊 我小心被刮傷了 是不是 果然把它全部都放上去之後 光線好很多 這樣子這裡的陽光就可以直接灑在上面 因為本來在這邊是背光的 然後呢 我今天會把那空的三塊都畫好 因為那邊其實 沒那麼複雜 就是一些顏色色塊啊 比較複雜的就只有這個八甲醬 然後他基本上已經完成七成了啦 就剩下一些細胸 所以現在已完了就可以開工 這一次的活動啊 和往常比較不要 平常我可能就是牆壁畫完就走啦 如果就是在嘉義這個活動呢 我還會在畫完之後 帶三天的工作坊 就是會帶學員一起噴氣啊 一起創作 那大家也可以一起來認識這個 被時光消磨 逐漸落寞的後衣社區 如果你有來到嘉義的話 你會發現火車站前站那邊 其實非常的熱鬧啊 因為像最近嘉義火車站 也有整修 已經整修好了嘛 蠻漂亮的 然後呢 你往前走也是 有很多可以吃可以放的 也有電影 不過如果你從後站出來呢 整個舊和前站差很多啊 因為後站比較多的是老舊的房屋 那這些房屋呢 或許過一陣子就不會再了 現在這個社區呢 或許他看起來現在已經不再活躍了 但是你把時光往前移 他其實是一個原本非常熱鬧 非常繁華的地方 有很多的人啊 只是隨著世代的演變 留下來的比較多是老年的人口 所以呢 希望能夠藉由這一次他始作始作 還有降財工廠的活動 帶入更多年輕的力量 帶入更多新的東西 來活絡這個社區 今天好像是我的嘉義的應該是第五天 然後我的八家將呢已經完成了 從今天開始二三四 我會在這邊有一個工作坊 那今天是第一天 我等一下有一場大概兩個小時的演講 演講完之後會教大家怎麼操作噴漆 然後跟大家介紹要怎麼使用怎麼控制噴頭 然後呢我現在在等大家入場 有一點緊張 其實沒有很多人啊 大概 我記得應該是二十出頭個人 現在就是 大家在報道中 那是我的頭螢幕 然後等一下我會坐在那個桌子前面 嗨 那個是小白 嗨 我們是同年紀的朋友 因為這邊其實是一個過去很有趣的 像是移民居住的地方 人家說移居部落 那我們這個地方叫小富賴 就是從東石富賴村 牽引過來的 那在火車站的另外一邊呢叫小澎湖 那未來其實這兩邊 其實因為有鐵路高架化的關係 可能未來這邊也會消失 不知道不確定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空間辦活動 跟勞動這個社區的目的 也是希望透過我們的一些力量 可以保留這邊過去很美好的一個樣態 我們身處了這個降財工廠 降財工廠呢 它是在後裔社區 後裔社區呢以前呢有北港車頭的稱呼 因為靠畫圖站起來應該是每個美術系 或是做藝術創作的人的夢想 那我的夢想就是從這個開始起步 然後後來呢因為半工半讀嘛 其實我忙不過來我就休學 然後休學 那我現在其實也還沒有出來工作很久 今年是我出社會的第五年 那我是從大一 算是大一開始工作了 不用學歷也可以過得很好 所以我大概用半年的時間去準備休學 那我在那半年內呢 我就開始找一些比賽 因為我想要跟我媽證明說 我的能力是被認 是被認可的 所以我就 那陣子很喜歡去 有一個網站叫做獎金獵人 它上面有很多的比賽 但是我又很怕我得不了獎 所以我專門找那些比較小型的比賽 噴牆壁不是這樣的 噴牆壁就是 你要可以畫出很細很細的線 很細到 就像你用麥克筆畫出來的 那那個時候呢 我還hold不住這種技巧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是畫 多加一點噴漆 像後面啊 星空的部分 就是我用我噴漆化的技術 把它帶到鐵捲門上面 然後大象呢 它只有底色這些灰灰的東西 是我用噴漆圖的 等一下我會讓你們練 每個人都要試圖控制噴頭 像剛開始會噴出這樣子 或是這樣流噴濁的 這個叫我的VT 剛開始初學者 都不會控制 所以你們等一下應該會先 噴不少這種這樣的點點 那我們就是要盡量控制到 你可以做出這樣子乾淨俐落 不會流汗的點點 這組噴頭啊 它有一個名字 它叫麥克筆噴頭 那它出來是直接這個線 那有的人就會直接用這個寫字啊 很好看啊 對 有的人就不會自己 然後你如果是10個下 你看它可以超壞多多時間 因為它這個分口是100% 喔喔喔 快特點分口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應該有2個吧 有2個吧 有2個吧 它就是6分塊 所以 所以 所以其實 就是真的有很多 做出掉的噴頭 但是 因為我們初學者 我們一定要先學會 掌握自己的噴頭 所以現在先不會 讓你們用太多噴起來 等到你們走 你這個噴頭之後 用這個噴頭去 你知道你們這組的噴得 特別整齊嗎 你們要不要去看對面了 它們已經開起來了 不覺得這塊蠻好看的嗎 遠看這塊 板子還蠻硬實的 它還好啊 它現在這個形狀 就是因為它噴頭本來就是 設計這個 這個點 然後如果你要讓它薄厚一點 有時候就是再多分幾下 你的力量就是比較小 所以它會 比較好吃 然後有點噴頭 這種的會用在哪邊啊 這種的很少用在心裡 如果換成白色或是淡藍色 或是你試著 接著 三寸小一點 按一下沒有的話就按兩下 好 這樣也行 你有看到我剛剛 中藏你的方法 對 現在可以用你的方法 所以比較順利 那你認識台灣前 你的學校很久了嗎 我是跟他們合作的時候 才開始認識 然後也開始認識 降材工廠 還有十多十多的夥伴 因為這個地方 其實它就是 治療年人口比較多 所以會需要這些 新的東西 還有年輕的人進 這個活動剛好是一個很好的美景 那我們 噴氣預備動作 一二三 噴 其實你們會放大很多啊 所以我覺得反而是會比較好控制 那如果你在上色的時候呢 就是不小心蓋掉線了 那就是一樣 最後你在做修理 你們等一下呢 就是我希望可以一人畫一組 那如果你想要挑戰自己的話 再加一個被子 就要看得到 然後你再會不會 我覺得 那麼多的 當然 你 你 然後 你 那麼 甚麼 各位的作品呢 我们就会一起把它挂上这个凉亭 然后还记得这一幅吗 老师画的对不对 我们先挂上来了 然后像台湾设计展的人 我们就会挂在空的对面这边 好那我们就拍照位置 先欣赏一下 先欣赏一下 好呀你介绍一下 好这么临时 我没有准备 男呢 男在哪里 男在我平常没有画这种一大块拆成六块 我最多画拆成两块而已 没有拆这么多 所以这边就是有点接不上 没关系 今天我再来修 然后呢 这幅我其实画蛮快的 我画了四天 但是中间要打会摸鱼一下 所以算是画了三天 比较难的部分就这边而已啦 细节很多 尽量都把这个脸画了不要炮外掉 唇骨外掉之类的 今天大家也应该都会画我们的泡泡汁了吧 那我这里写的比较抽象 我写的是嘉义 明天我修完签名和签在这里 就是这样啰 所以老师你是三块先做 再做这个 我一开始几天我是先画三块 就是纯粹没有把它全部排开而已 然后刚好这边比较复杂 我就先画比较复杂 然后第二天开始我就把它全部拼起来画 因为 因为我刚刚在组合的时候 我发现 应该是像 您说 就是我们昨天用的这个技法 在做 M的这个方法 对啊 我也是用一样的方法 不过就是还会有一点落差 相信我们那一块拼起来也是 我这边会落差比较大 是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就真的只花这三块而已 这三块是 大概我花的第一三天 我才把它还接上 一二三 耶 然后用两千年的快梦当财复 谁开了又要干什么 泡阿里山草 就在嘉义 至少50年到100年 它在阿里山长了两千年 这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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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是金油的味道 什么金油 金油就是从这里 超闹的 这里是福生老师他的工作室 那福生老师是一位骚烙艺术家 这个都是他的作品 令牌 那等一下我们也会回去体验骚烙 很酷哦 中间 我自己也蛮意外 我们可以这样子完成的啦 因为我本来也蛮担心 到底要怎么接起来 我发那一服的时候也很难想 因为我之前就是真的没有做过这种 拆分成这么多小块的作品 然后每个人都有一点一点一点的部分 然后我帮你们整理起来 让它变成一个好看的回忆 留在嘉义 这几天我教下来 自己也是蛮有成就感的啦 基本上教的都是比较短期的教学 就可能是两三个小时啊 他们没办法像你们学习的这么深入 你们的成果 比我以往教过的学生都好 那我也要理解 我自己成就感给你啦 三二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是芳娜 你看到最后画面呢 就继续往下看 直走直走 成像彩虹场 我们想唱我一生去的地方 拜拜 谢谢大家 你看到最后画面呢 对最后画面呢 最后画面呢 就是在开场啊 屏面呢 你看到最后画面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带大家看一下我的画放啊 从嘉义火车站货站走过来 你会看到有这个铁皮画 这里有一些石子路 这个石头路走进来 不用怕就走进来 走走走你会看到这个木头亭子 这边是我和学员一起喷的画 那我自己的图在这边 这边叫做烧烙亭 就是一个厚立社区的小地方啊 那旁边就是福生老师的工作室 所以这边常常会聚集一些老人家在这里泡茶聊天 欢迎大家来看看我的画 还有这幅大家一起完成的 2021台湾设计展在嘉义 就是这样走啦 学会了吗 很简单对吧 我又遇到那只小黑猫了 他就躺在这里 他在盯着我 那我也要盯着他 哇 你很舒暄耶 会不会生气 sorry 我不是故意来打扰你 哦你只是换一个位置了 你现在是下班还是上班钟 好了拜拜我不打扰你了 哇 要上去嗎? 我就知道 哇 其實這下面還蠻深的 因為這裡早期是在做醬菜 如果掉下去是爬不起來 還可以拍一部災難電影 要上去嗎? 要上去嗎?